Six.com JR JR KC J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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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本金不太足夠 究竟有甚麼方法可以賺零用錢 或者可以賺到人生的貸貸同金 首先要分清楚 買入的時機永遠都是幾年有一次 孤火時機也是幾年有一次 現在恆生指數大概已經兩萬多了 你看看歷史評分的PE 其實已經到達15% 15%是甚麼意思 如果大家看回2007年最瘋狂時 平均PE是達到20%左右 即是說如果有一個很瘋狂的消息 現在落實的話 頂籠也會升大約兩三成 水位夠不夠呢 我覺得不夠 現在作為年輕人應該做甚麼 反而應該儲多些錢 再等一個機會 平均PE又是多少呢 很多次股災港股最低的PE 就是跌破10% 去到跌破10% 基本上你找一些指數成分股去買 賺錢的機會都挺大 而且幅度通常計算 就算很盲中中 賺三倍都是很容易的事 那時候才出手未遲 現在就應該多看一些書 還有等機會 入門是要大概多少錢才可以 走進去試一試 沒有說多少錢 其實如果你看回一手手去計算 有些就算是國企成分股 都是說幾千元 如果銀行那些可能是六七元 那你一收都是六七千元 是的 那譬如說存錢 存錢會有特別的方法呢 例如你對於利息那些很敏感 你就會知道放在哪裡 回報比較好 如果真的要存錢的時候 我也建議大家不要拿港幣 上一集都說過 其實除了港幣之外 人民幣也是一個很穩健的投資 可以不斷地 一旦有些錢 你自己本身也不用 你就先轉為人民幣 甚至乎是做一個定期 例如一年 因為我估計一年來 都還沒有很大型的賣入機會 你賺取3%的利息 再加上大概5%以上的升值 其實已經是一個很好的投資 你需要的時候 再轉回來再賣股票 其實那個購買力就會很大 如果對著這些俗稱盲毛的物體 即是很想投資 但又不太懂 可能你給本投資書 他揭兩揭他會睡著 又不太明白 其實用這種方法 可以令他有一個促成的方法 大概知道財經是甚麼 或者愛上他 其實首先不要促成 即使每一件事 即使你寫作也好 其實都很講基本功 還有第二件事 就是你一定要熱愛這件事 不要想他賺錢 我也有興趣 其實那些興趣很表面 即是很即日線 那我有兩本書 我覺得必須要看 其實就不是很關心之處 是 關係關於甚麼呢 就令你對一些機會 或者是錢的理解程度高一點 而且也挺有趣的 第一本書是《諾克菲利不告訴你的營相之位》 那是甚麼呢 就是諾克菲利是艾克森美夫的創辦人 說是一百年前的首輔 他寫了很多封信給他的兒子 而這些信本來都是諾克菲利的家族 當作是一個遺產地傳下去 是 有一位後人公開了 裡面就說很多對錢應該有甚麼態度 上班應該有甚麼態度 讀書 選妻子 選拍檔 怎樣處理信用卡 你聘請聖禮 不要放在星期五或星期一 為甚麼 大家都知道你不是一個好員工 對,我們兩位 你們想怎樣 你還要問 我有朋友就這樣 然後就解僱了 我自己知道 我突然記得 這些是一百年前 已經是年輕人遇到的東西 他教你怎樣處理 以及怎樣令自己有激情 去做自己喜歡做的東西 第二本書是 《市村銀狀》寫的 《波亂的一生》 《市村銀狀》是甚麼引起 就是日本的古神 在日本當時也是首輔 他在裡面 他分享了很多甚麼是機會 你遇到機會的時候 你怎樣去把握 結果是怎樣 這兩本書是激發到你 很多你賺錢的原動力 因為從火療心身上 我看到一個非常重要的秘密 就是大家看到 可能是他一出手 就賺了多少位數字 覺得他很厲害 但其實大家都遺忘了 原來他背後 花了很多時間 做了很多功夫 才能夠得到成功那一刻 甚至當他不幸失敗的時候 他也學到很多東西 這可能是我們Y世代 一定要知道的一件事 而不是表面上一成功 就只想模仿一件這麼簡單 認識火療心 都會整天注視著他成功那一部分 所以見面都會問他 給你號碼 雖然我不會 但回家跟親戚 沒有跟親戚 跟親戚說 起碼幫助別人賺到額外的錢 但其實我猜 在成功過程中 也有經歷過失敗的 不斷的 真的嗎?不斷的 不斷的 最初的20萬元 應該不是你賺得最金的一次吧 如果百分之上是最金的一次 但其實中間 一直到… 從03年到現在都好 一直都會有虧的經歷 有甚麼是你覺得要記住 要記住 這次要學到東西了 最慘痛的教訓是怎樣的 最慘痛的一次都是全失敗 蛤? 對了 不是嗎? 是的 因為我自己一直在想 日本那邊 之前試過有一個日行 說是財群 然後叫政府救 對 我知道 我很相信他不會倒閉 當時我就買了日行的股票 有一點賭博的心態 當然這件事要告訴世代 其實不太好 我就會覺得既然不倒閉 將來他會做得很好 即是會主資 然後經營得… 再回來 對 又會儲光 結果就是有一個黑天鵝出現了 就是他不是倒閉 但他除牌 是的 那已經是計算之外的事 是的 計算之外 結果就全失敗了 那次多少位數字呢? 那是五位數字的事 但也是一個很好的經歷 就是你要所有事都要想清想錯 即是其實他不倒閉 有沒有可能隨便不倒閉呢? 其實有可能的 那我這一方面就大頭欺負了 其實每天作息的時間是怎樣? 你有份正職要回復 但是你知道股票那些 你每天早上看了香港的事 然後晚上香港收市 就看外國的事 其實你的作息時間是如何的呢? 其實我大部份的時間都是看書 看書之外 就會在網上搜尋一下 自己有興趣的公司的資料 那未必是著重的不是消息 反而是那份年報 譬如你年報看到第三年的時候 你知道那間公司是否值得投資 那很多時候 在十間裡可能只有一 一、兩間值得再研究 那到了一、兩間值得研究的時候 可能到最後 發現管理層又不太好 那最大部份就是做這件事 就是你不需要像其他投資者 那樣每天就按住電腦 或者每天就抱著電腦 面前看書 就是不是做這一隻的 不是這一隻的 因為跟做生意一樣 就是當你買入一件產品的時候 其實你猜到的水位在哪裡 就是值不值得去做 那你買那一刻其實已經決定了 反而前面那一段就最花時間了 我記得有朋友說過 以我這些性格 覺得錢的數字很不浪漫 所以我一輩子也不用自己賺大錢 但幸好他今天的分享 令我覺得這件事 即是有另一個方法可以做得到 沒錯 而且亦都讓Y世代知道 一個很重要的道理 就是你不是要投機 而是根據自己的興趣、經驗和能力 去找最適合你的賺錢方法 這是最重要的 希望大家看完這幾集分享之後 真的可以掌握到金錢 以及怎樣把握到一些 可以追求成功的機會 亦都開拓到大家賺錢的道路 多謝火聯心庭和我們做嘉賓 辛苦你了 我們有機會再見 拜拜 好… 我還是想知道 馬上去HKYFI.COM.HK 跟大家分享一下